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我爹啊 爹爹 我怎么生出这么个怪物 哎呀 孙悟空来了 我的妈呀 天兵天将 哇塞 贺铭 嗨 Expacto Patronum 谁来了 哈利帕特 你妈呀 看这是谁 看这是谁 哈 好吓人 这个厉害 河庄妖怪 你妈呀 好吓人啊 你这说还挺像的 好可怕 还真得以后化这妆 比自己本人好看多了 比自己本人好看多了 你是什么妖怪 没有钱呢 这跟脸太不符了 你是跟脸太符了 这好看 漂亮漂亮漂亮 我们是来衬托她的吗 所以你说不管办什么 这底子咱这必须得好 没有啊 别笑 不像了 贾铭姐是啥呀 在电梯里 那能出来吗 卡那儿了 哇 哇 哇 你妈呀 这好看啊这个 哇 哇 腾哥 好认真啊大家都 咱不说别的 就说腾哥 说敬业这一块 要说人家为啥能两百亿啊 好 恭喜大家 请大家先众神归位 来我们今天的游戏 主要是王牌家族 体会一下 青春环游记的一个游戏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个非常美味丰盛的大餐 来我们现在有请高级烹饪师董大飞大厨 给大家看第一道菜啊 哇 这是我们第一道菜 鸡软牛排 牛排爹 直接吃了 我一来就吃牛排 我不吃牛 撤下去了 那我们从王牌家族开始 我们每个家族其实是五位 也就是说灵姐在春游家族打的时候也需要到那边 哪 灵姐你要不要坐中间点 哎呦 哦 我这个抢手哦 瞧把你跟美的 我们接下来美队有十组图片 猜人名都答对了 你们就可以吃到这个牛排了 有一个人答错了 就吃不到这个牛排 第一道菜啊 彭哥开始 三秒 准备 三 二 一 周杰伦 答对 三 二 一 顺毛 答对 三 二 一 答对 三 二 一 答对 三 二 一 吴君如 吴君如 这是个男的吗 王一博 你完了 我看不起 这个错得有点太离谱了 实话实说 一博这张好像美颜有点重 把他们的喜欢牛肉就先撤了呗 知道了 结束了 只有一次机会 来 到春游家族到你们了 不是 等会儿啊 我说一下 有一个其实不太公平的 我们这边多一个人呢 小宋 你过来啊 放了 我还要在这边再打 那抱歉了各位 你们也吃不上 干嘛呢 来这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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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吃 对啊 葛娜抱歉了 想啥呢 过来 过来 要么说呀 不用筷子 待会儿是刀叉啊 青春环游记这种真人秀节目吧 它触感情就是触得好 是 是 来 强测准备 三 二 一 答对 三 二 一 胡渴 下一张不用翻是吉娜 不用翻 不用翻 翻都不要翻 要不是我干嘛不公平了 来 下一张 准备 三 二 一 零脸吧这不是 答对 你看啊 这跟吉娜也差不多 在心里一样的分量 对 对 一样 杨迪 刘亦菲 刘亦菲 答对 这你也看出来了 凌姐 三 二 一 杨虎 答对 三 二 一 杨迪 这样吃的不要命了是不是 好 哥 咱们得公正一点 而且刚才输也不输在我这儿啊 小宋 你不能骂我呀 反正王一博说成吴君如的 说这 好 准备啊 王迪 准备 三 二 这王妃 答对 三 二 一 乖小腾 三 二 一 郭杰林 来 晨晨 三 二 一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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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张伟 张小伟 张伟 张伟 大张伟 小张伟 张伟姐 张伟姐 你不是包场了吗 包场了 张伟姐 咱们冯飞飞的 张伟 张伟怎么就过不了呢 山顶洞人也没有那么吃字的 不是 这个我能作证 张伟以前确实叫张伟 是吗 他说的是张伟 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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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两队都没有吃上 我们把牛排拿到给我们吃 你真吃了你们 怎么样 牛肉好吃吗 太好吃了 雪花牛肉没了 来 我们看下一道菜 有请董大飞大厨 这是松鼠鲑鱼 也是杭州的名菜 才用我们前堂家的野生鲑鱼制作 野生鲑鱼 这个题是这样的 抢达的最多的对 胜利的 贾灵不打 我不打 贾灵 这时候你来选择 你帮助哪一对 你帮谁啊 晨晨 晨晨说说话啊 姐 帮谁 特别是透过滕哥这张脸看晨晨 我还说可爱的帅 我那什么吧 你定个 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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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货他们就办 行 我们就不打 你就抢打抢错了 就完了 对 这是个好招 行 这招高啊 腾哥你去吧 腾哥什么节目都接啊 说得像没来过似的 别人 马上调视频 来没来过 蓝 重 虹 来不 来不 是 张一条A 张一条 怒得可哗了那点 准备啊 举手想答 井冈山 六分 六分 咋那么瘦呢 杨迪答对一分 三二一 腾哥 这是谁啊 李远勤 不是 他抢拿三二一 说脱口秀 脱口秀那个 李远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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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宋先答对的 三 狗利 谁 狗利 对 你举那么快 你看他的坐姿 他完全只看王牌家族 对 我虽然身为王牌家族的人 我都有点 不爽 对 太气愤了 那三二一之后举手 三二一你看一眼眼睛 你眼睛 看我们 三二一 钟翰良 答对 你上这边打题去了 哥 你等我的 你等我的 脱口而出吧 看谁嘴先说话 那你就看这几张碎嘴吧 三二一 张紫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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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腾哥你喊的是 张紫怡 你被拉倒了 前面 你们北京话 张磊 张磊 我这张紫怡不行 张紫怡 三二一 胡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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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腾哥 胡哥 你这下胡哥 你说日白 胡哥 咱一样说好 腾哥这种答题方式 算不算赢 好不好 一样算赢的话 我们五个可就不客气了 各地方也有限 你今天你就别回来了 下一期我不知道 哥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站在那儿 我感觉自己特别的别扭 我 别扭吗 太难受了 最后一题 三二一 不要 不要 灵姐你答对了 这算谁分 当然算这边了 坐我椅子上了 算谁分 你说说 是我哥 好了 恭喜春游家族 老板你不能看见我们上吃的呀 你得背过去 趁老板不背 我们快把吃的给大家拿上来 开始之前 先跟大家展示一下 他们必须完成的这个 吃的东西是啥 你天啊 哇 你那是什么 那好残忍的那个 看着 挨个来看看 挨个来看看 你是啥 我是柚子 不包开的吗 整个的 你还得自己包 画画的是啥 这是生蚝 炭烤生蚝 潘叔叔是 潘叔叔那什么呢 我 我这个 一共二十四颗牙吧 我一共是二十一颗假牙 然后长这么老硬 风干牛肉不行 那什么呢 这样还行 那可以 这脚可以 大家赶紧藏到这个抽屉里 好 老板沉思完了 我估计差不多了 好 沈总 您可以接着讲了 大家刚才笔记我看了 都记得非常好 好 刚才说到哪儿了 好 王牌 怎么一个筷子呢 好 王牌年终会 这个 哈哈哈 老板有个红衣服的一直不抬头 你在抠是什么 我在讲话你在抠是什么 我在拿张纸 你这儿有我那儿一个投射瓶是吗 在里面 哈哈哈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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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您写 老板很严厉啊 老板非常严厉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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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 哎 我没来及说你呢 今天一整年 就你们部门表现的最不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嘿 请王牌女郎费费 用vivo x60系列手机随时抓拍过程当中的精彩画面啊 他这个拍起来超级稳 你们的一丝一毫都逃不过他的 我连你名都懒得写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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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嘴在抽出什么 哈哈哈哈 哈哈 你嘴在抽出什么 哈哈哈哈 花花气死我了你 我是想骂你 我这 你给老板气的 你看啊 哈哈哈哈 我对不起老板老板 我的错了 气死我了 老板你你别生气了 你去写我帮你看 你也别气成这 你也不用气成这样 你看那嘴红都 嘴红啊 哈哈哈哈 嘴红和塞口我这 哈哈哈哈 你那口红都 你看你老板气的 你怎么回事 哎呀 快回去吧 小花神来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以前的秘书 后来发福了 让我给换掉了 哈哈哈哈 零啊 哎 表现的也一般 哎 哈 哈哈哈 哈哈 平庸 老板老板老板就是那粉衣服的 这是辛苦你了 啥都不做就在这生孩子 给我拿出来是什么 啥都不是 给我拿出来啥也不是 我看你啥也不是 你把东西给我拿出来 拿出来 怎么的 要从这拿 是不是想让我从这拿 拿出来 老实点拿出来 这什么瘤子 我咱俩大夫给你摘了 给我拿出来 一对的一对的 你给我皮什么皮 你对的 柚子 你对的 你这么重要的事 你咋给我啃柚子 我想包给你吃 曾哥 包给我吃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喜欢吃柚子 雪 灵姐也吃 你灵姐差你这脸柚子吧 你又吃啥呢 哎呦妈呀 我这碗看 你又干啥呢你啊 给我停着 停着 停着 别动 解渴 解渴 什么东西 你为什么要吃蚯蚓 你肚子里有土是不是 写了蚯蚓给你松松 我也很奇怪 我们公司不是卖袜子的吗 这袜子都秃鹿了呢 怎么还 干什么呀领导 我就不来 你就不来啊 我红红火火 放去 还不拿领导当回事呢 公司 公司几年成果 研究这么点的东西 竟然都五分钟前也吃完了 那可不吗 也会水都没有了 那你也吃了 好 老板 这你这客厅呢 全是算完 这我 你不跟同事说话了 不是老板 我你哪怕吃个清蒸的呢 我我我最近那个加班有点累 老板为了帮您提升那个业绩 然后我就一直在加班 然后耳朵不太好使 我买了这个 看最新的这个助听器 妙啊 妙 妙啊 我得要不然 听不清老板您开会 这个 你听一下我看看 我看看你那蒜蓉耳朵 是怎么听不清的 看什么耳朵 蒜蓉 过哪儿不许吃了 没那么饿 小货子 长的是帅 哎呀 认真听讲认真听讲 这关系到我们来年的业绩 对不对 说的是 沈总啊 看吧 嗯 这都摆桌上吃来了 这什么 掉卤饼啊 快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什么 哎呀 跟他一边高的一个大面包 这全吃完吗 我生气 他们这么气你我生气 生气 那你是怎么做的 我做了一个访问 叫花花不听话 哎呦哎呦 这个往死里走 这太帅了吧 哎呦 这个打他嘴呢 这个打他嘴 哈哈哈哈 你打他别的地方 我都不过眼 你打他嘴 那么大手写了怎么办 哈哈哈哈 你打他打他嘴 这你扬你的 都发不许啊你看 烦死你了 怎么与你们为伍呢 你招进来的呀 一群不上进的玩意 哎呦 哈哈哈哈 气的 完全是气的 没吃了领导 吃完了是吧 哇我们真的想听听你讲 能讲出个什么来 都吃了 吃完了 好了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年会 暂时告一段落 综合来说表现这轮 该会更加认真的是王牌家族队 对不对 哇 哇 换下一批我们看看下一批员工 老板娘明儿节给大家训话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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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做笔记的 哎 哎 这个你认真的呀 哎呀 公司都让你管黄了 哈哈哈哈 同事们同事们啊 同事们啊 接下来这个明儿董和假秘书啊 嗯 假秘书 我也是之前的那家公司啊 经营不善 嗯 老板呢带着我们集体跳槽了 好 上 菜 哇 哇 我这个好有味啊 哇 哈哈 我的天啊 哈哈 哈哈哈哈 一个一个看成心的是什么 你这个一点难度都没有 没难度吗 你这个是福利我跟你说 那个什么啦 奶油蛋糕 哇 哇 哇 这太过分了吧 怎么这么大一桌呀 香菜吗 你这个怎么吃啊 你得做那个香菜三明治 我 我 花花是什么 我好像是 这是方便面吗 好像是 干脆面和方便面 我这个好 宝哥这个是榴莲 你是榴莲的吧 是啊 那可以非常好 宝宝是啥 宝宝是啥 牛奶啊你看 这个压力很大 这个压力非常大 你捅牛奶 这谁喝的完了 真的 嗯 啊 没有 腾哥没有 你叫腾哥急的 我的食物是无食物是吧 哈哈哈哈 你的食物是无食物表演 哈哈哈哈 好 来 同志们 同志们 年终大会啊 我们的这个明正总 和我们的假秘书 已经理清了思路 明年公司盖往哪走 啊 能取得什么样的业绩 全靠这次大会了 我们掌声呱唧呱唧 哇 好 明正总 嗯 那个我建议您先 跟大家发发言 哦 所以说今年我们公司 快黄了这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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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啊 嗯 小童 哎 你手里拿了什么 我拿的是我的 笔记本 哦 好的 他记录一些会议的东西 哦 就愣这么圆呢 哈哈哈哈 愣这么圆对 你真是圆呀 我跟你说 你看你看人家老婶 您继续讲 要么说这是做过董事长的人 董事长 他懂事吗 他不懂事 哈哈哈哈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黑板吧 哎 您您先 对 咱们这个公司啊 业绩啊 业绩啊 老这么下滑可不行 但是还没滑到底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打扰了 那个 你们公司谁点的外卖到了 这个公司不会有人点外卖的 谁呀 尾号 3 4 1 2 3 4 1 2 3 3 2 3 4 1 2 3 4 1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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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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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您看看老水今年的这个业绩 这写的还行吗 写的还可以啊 还可以啊 你别翻篇 别翻篇 怎么办 别翻篇 别翻篇 哎呦 震怒啊震怒 怎么回事啊 这个汉堡太高了 放在底上啊 我怕顶着桌面 脏了 我放这 你把我给咬矮了一段吗 我用你咬吗 我再给您尝尝 您不吃猪肉 我得看看是猪肉馅的 还是牛肉馅的 那您也不用一片一片尝啊 你看看每一片都咬一个 万一有一片不是猪肉的 其他三片是猪肉的怎么办 这么丢作大汉堡啊 花花吃完了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那我就宣布了 这轮获胜的依然是王牌家座 耶 耶 我发现这个游戏得花花者得天下 五张桌子只有一张桌上有真正的食材 五张桌子只有一张桌上有真正的食材 就是大蒜 洋葱 黄桃罐头 章鱼和尼秋 其他几个人桌上就只有刀和砧板 另外一队随时想问题 让他们完成一些规定的动作和指令 最后判断谁在真的做菜 王牌队先到一边内部讨论一下 谁真的去做菜 赶紧的吗 你 腾哥生气了 你看 这啥呀 来吧 来吧 不是 我这儿的东西都不能给我换完 都臭了都 眼的 太眼的 细精是王 接下来王牌家族已经正式进入备菜环节了 那这样 我希望啊 他们王牌家族 集体切个洋葱 小童啊 小童啊 你太聪明了啊 盲切呀 是 来吧 切吧 来切吧 我真切一刀就这个洋葱啊 哎呀 哈哈哈哈 哇塞 姐姐 还没下刀呢吧 哈哈 哎呀 哎呀你没事吧 哎呀姐 我把你吹一吹 哎呀你嘴洋葱啊 哎呀 哎呀哎呀 假计你演得特别像那足底按摩呀 就是那你啊 舒服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我太浮夸了 哈哈 哈哈 腾哥哥那眼扣鱼呢 腾哥那扣橘子呢 是不是 哎呀 我说你 你看你都瞎眼了 腾哥一直在酝酿情绪 你看 哈哈 腾哥 过了腾哥 我觉得腾哥呢 是个老油条了 对 我觉得腾哥的可能性不大 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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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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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她 嗯 这是我的第一感觉 不不不 刚刚月月说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了 但就最后那一秒 弟弟没坚持住 就用这个切过洋葱的手 居然揉眼睛 暴露了 这不可能的 这样 你们眼前不是有那个泥袖吗 摸一下好不好 啊 啊 咱们要看细节 摸一下 从小松开始 一个一个把泥球抓到砧板上放着 哎呀哎呀 这么大一条 哇 哎呀哎呀 不要降我一脸水 这这这这 他们就故意 对 别演了别演了别演了 滕哥来 滕哥来 滕哥 帮抓是吧 帮抓是吧 干抓呀哎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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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不是这滕哥这条泥球有点 都在吐泥 哎 坏得很 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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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这儿挪在闹海上是吧 哎 真正的泥球绝对不会是这么老实在那让他们摸的 我相信你当年考入军役是因为颜值 哈哈哈哈 这回信了吧 纯一张白纸 下一个贾琳 我这条主要是有点 大泥球 哎呀 太滑了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平日间你现在在那提现木偶一样 哎呀 哎呀 对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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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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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演的是不是有点假 哈哈哈哈 你浮夸的老祖宗 哈哈哈哈哈哈 演的我自己的有点害怕 哈哈哈哈 你信不信冯谷老师现在打车翻来能揍你了 哈哈哈哈 这个味啊这泥球这这这这 弄了吗 弄完了 演完了 这还不行吗 刚才那段表演 那奥斯卡请我去 我都不 确实不能去 嗯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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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去到贾琳那儿 她只不过是那个 老跟你那儿瞎嚷嚷 怎么以为她又不是 哈哈哈哈 我觉得贾琳这么好的演员 她她不至于演得这么浮夸 万一是反向思维呢 我就觉得反向思维 对 我猜就在贾琳那儿 我也觉得是 是 来花花 哎呀花花这条很活的 哎呀 你那条纸的呀 都那么跳 在哪儿在这儿是吧 这个是 太恶心了这个 是挺恶心 哎呀还在动呢 妈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你是不是觉得花花那儿也挺像的 因为这块儿好像了 这段特别是真 拿到板子上来 行 拿到板子上 可以了 拿到板子上了 别折搏她了 可以了 对 让她好好的生活 行吗 演得好 好 小童抓你一球 小童 你这条啊已经翻肚了呀 翻肚了 快来演一个 哎呀 哎呀 哈哈哈哈 不是 你这么水 你连姐刚才那段表演都不如 你是不是老师来 把你憋着死 不是 那你来 你面对她 你来演一个来 你来 你来 我给你讲啊 小童很有可能就是她 有好几次我看她们节目 都是最吓人的 放在小童那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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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 你说我你来 给小童做个示范 你做个示范来 什么叫正宗的无实物表演 啊 你真拿你别无实物 哇哇 你这没有拿啥呀 哈哈哈哈 她 哎呀 看わ 露蝎儿了哥 这这是什么 手指板 你可在干啥呢 哈哈哈 哎呀 我这 我觉得就是贾良跟小童 哈 你们一人吃一口 那个黄蹄头罐头行吗 不是 不是把那个罐头打开 是不是拧了一下 那你们拧一下 来吧 谭哥你拧吧 干活干灌了对不起 你看看 用手不是用嘴 这开盒头呢 拍反面 没有没有 而且拍的是自个手 然后就听声了 都已经是这样的 对 哎呀 配音 哈哈 今天有点口气 口气大师 哈哈 为什么 卡塔罗 哈哈哈 厉害厉害 灵姐 灵姐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这个响啊 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啊 花花该拧自己的了 呃 哎呀 你这块挺难拧 啊 啊 使劲 使劲 啊 啊 啊 的 啊 啊 小彤这个 有经验 为什么要拿麻筋怼她呢 一开罐头不是先得把那个气 得怼然后喷一下才能拧开 那应该有手 这样吗 手根本 不行 这样没劲 这个劲儿大 你先摇一摇晃一晃 把那个气让她把那个 要扎上泥球来要不试试 你看每一次他们到小彤那 都特别细 我也觉得像她呢 对 我觉得像 尤其是啊 我觉得肯定很甲铃 甲铃啊 也有可烦就她俩 我觉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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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彤直接拧开了 很厉害 好了 好了 我们差不多有答案了 差不多了 一路下来啊 三个人是最怀疑的 一是铃 二是花花 三是小彤 不是 宋啊 把咱俩的表演平成一个等级了 你不会不乐意吧 你看我演的好不好 把我排足了 你看我很想说你演的好不好 把我俩排足了 我就这么跟你们说吧 玛丽 一揭晓你就傻了 你看现在还在用人中演戏互相 你就傻了 她就是那种互相的 又来了 哈哈哈哈 我一推到飞死你 哈哈哈哈 玥玥觉得是 我偏向于花花 花花 我觉得其中有一趴就是在花花那儿很真 啊 哎呀 还在动呢 哈哈哈哈 不不不不不不 最像的其实是小彤 我觉得也是 刚才他们最后在这个 我们小彤那块那个太真了 因为小彤每一次到她 所有人都会去 然后所有人都在帮她去演 怎么帮她演呢 我们是谁演的时候 镜头就在谁呢 我们都蹭镜头去了 哈哈哈哈 对 玛丽真是太会看了 咱现在咱现在那部说 如果偷花花的 谁想偷花花 我想 就一个是吧 就一个是吧 那我就随你们吧 那咱就都选小彤就完了 因为选小彤像得多 好不好 彤是吧 来吧 小彤画 一二三 小彤 最后决定是小彤 没有我选彤哥 谢谢邦老师对我表演的肯定 眼睛太足了 一 挨个揭晓好了好不好 首先 第一个被排除的小宋是吧 对 给我揪起来 走 没有 哎呦 啥也没有 啥也没有 演的什么玩儿 腾哥 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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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包园镜老师 对我表演的肯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都没有 最佳 最佳表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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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谢谢 下面些贾琳的 谁想投我来的 玛丽 你是有眼光的人 这咱深实话实说 我就说 来吧 女人可能就 有这种天生的敏感 有这种 比男人就多一种直觉 对 多一种 那玛丽可是个纯老爷们 真的 骗到我了 骗到我了 你 加油 我的心 来吧 你们来一起打开吧 来吧 一起打开吧 如果是花花呢 我去 只有我一个人猜 来吧 一起打开吧 如果是花花呢 我去 只有我一个人猜 不可做 哎呀 还在动呢 花花的那个细节 确实 厉害 厉害 岳哥真的厉害 对 虽半游荣 过来 过来 来 你好 李华洋 大年初一 哇 那个新进影帝 新进影后 咱仨表演啥也不是 你也还行 哥 我还可以 你也还行 你也还行 我是傻也 你是不是 年纪轻轻的 挨着老戏骨 怎么就没学着点 就没熏陶着你 那个就 但是哥 你的精髓他全变得到了 变得到了 是吧 准备换一下 准备换一下 我买 这个是答案正确的那个人 他桌上会有的食材 接下来每个人拿调料 勺子 筷子 还有吸管 这点醋吗 醋吧应该是 行 差不多了不 悦悦 你货那么一大碗呢 啊 那你肯定里面锅里面没吃的呀 哈哈哈哈 你就吃料来了 走了走了 三个开锅了 开锅开锅 哇 这么多吃的呢 哈哈哈哈 任远 你看任远 你是第一 第一个被排除的 哈哈哈哈 他盛碗料我就知道 肯定不是他 有吃的 谁盛一碗 满满一碗料啊 哈哈 你们可以 就是可以下料了 可以下料了 每样都每样都下点是吧 对 低点 我 玛丽姐那个怎么不冒烟呢 玛丽你吃的是凉菜啊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火慢火小 怎么谁给我这关了怎么说 对对对这边这边 啊行知道了 是是是 来宝宁 拌一片毛肚 七上八下十五秒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表演 这个这个学校的表演 哈哈哈哈 大家吃火锅呢都爱点毛肚 那毛肚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请小杜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小杜小杜 嗯 什么是毛肚 毛肚 毛肚 是指牛的流味 起来嚼啊 放着起来嚼 嗯 嗯 嗯 鲍贝尔你也吃一块 哎 像不像日出啊 日出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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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东方 人生辉煌好啊 你看 好 行了 毛肚都是一块一块涮 包文静吃完 我说老包你也吃一块 他就去吃去了 肯定是假的 对 来吧来吧 大老师您吃口毛肚 大老师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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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怎么着我是没吃过饭 是不是 怎么着大老师是需要喂啊 我不爱吃这个 嗯 嗯 对 你得嚼 哈哈哈哈 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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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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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你我吃的 只是吃了一瓶 可以可以可以 来马力 马力吃了 马力吃 走走 马力姐吃了 我这还要导游呢 吸骨嘴 吸骨嘴 你毕竟是腾哥的老搭档了 肯定也得到了一些 你还腾哥的真传 哈哈哈哈哈哈 慢点啊 给我移 挪一下挪一下挪一下 哎呀 这有 哇 腾哥的鼻红 拿鼻红 X光看你的 关键这玩意凉了就这么稀啊 稀 稀 哎呀 哎 我我稀行吗 啊 你稀 以后有你稀的 哈哈哈哈 你想稀 你稀你的呗 哈哈哈哈 哈哈 洗了啊 哎 没声呢 没吸出来呀 玛丽啊 咋的了 把麦别过去吸的呀 哈哈哈哈哈哈 洗完了 行 可以了可以了 来月月 行 那谁不用洗了 那个下一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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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或者是怎么了 行了 下一位吧 这种队友之间的 对表演的这种否定 来吧 朋友们 小白 你的演技可代表咱们电影 刚才咱们电影的 另外一个代表者 沈腾已经垮掉了 头得低点 别让他看见 把他烫扰了 小白 你演的 是不是脸扎锅里了 我这部电影有二位 真的是 那飘黄你觉得情好吗 您得着了 来吧 火 还行吗 最后还有一重验证方式 他们五桌上 只有一桌有一壶真的白酒 干了 其他四壶白开水 好 玛丽 我从生完宝宝当时 再一口酒都没喝过 真是 所以你这杯是水吗 能 玛丽 要不给我喝 玛丽 今天为了证明自己的表演 急了 急了 谢谢 看你们 谢谢 美红了吗 没有 这一杯应该不至于红吧 我建议 我们每一桌都让我们小舅也喝一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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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李欢迎 票房过十亿美金 热搜过一百个 我希望每一个在大年初一走进电影院里的观众 都能得到这份快乐 这只有灵姐 不是 你们每个人都说了一段感人的话 然后都给我喝 这不挺好吗 你是许愿池吗 都往你那儿倒 我就像大张伟 有点像 干嘛这位就没反应 好 自己那边走你 还不喝 他很爽快 那 票房大门 谢谢 来 你看 我真 你也喝了 小宋 你点评 点评你乐歌 刚才那喝酒那个怎么样 喝酒如喝水 哈哈哈 但是我再喝酒 雅芳 都能吃 这干吗 陈萨 这个 与她的这些 认识 他们也说 这个 是 甚麼 我有点 评认 对 他要热 对 是 全部的这个考验环节结束了 但她那儿确实没东西 所以她只能多尝尿 真饿呀 真不给吃的呀 认了 没有 不注意不注意 坚持坚持 坚持坚持 玛丽呢 哥 你平常 玛丽我觉得她没有 原因呢 原因她锅开得太晚了 你从一个锅你就断定 我有没有这个不太专业 我觉得你要从个人的表演上 你的表演上看不出任何破绽 是不是 打到了表演的最高竞技 那也不至于 打到了表演的疯点 大老师明显的就是 我觉得她可能连锅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小斐 小斐 雷儿姐 我觉得不像小斐姐 因为我俩都是电影学院的 然后我俩如果要演这段 我觉得我也会那么演 就是本来没有 但是我就演得特别的真 你先一帮网友留言 小斐 你代表不了电影学院 这谁发的大幕啊 有没有最后的答案 我选岳哥 我这么烹茶 有朋友 兄弟 是兄弟 教了吗 兄弟 爱你 你这是以后想学相声 不是 小斐 我觉得你这张S卡 给的有点蹊跷啊 我是觉得 岳哥喝了 六杯水太辛苦了 他辛苦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那不对 我们这是纯翰表演才能给的卡 你不能因为他喝了六杯水 你就给 但他没有表演 不从谈起 都听我的 不是因为别的 西谷随时候小斐在出声了 水随时候出声了 对 我们也没别的本事 我们就靠什么信息 对 确定小斐 当然了 确定 老大说话了 我们谁在盘博 我投岳云雄老师一票 也可以 这会说话就不好使了 都说小斐 确定小斐 小斐 开 不是他 你看他就是会那么严 那你刚才吸那一些 你喝溜一声 喝溜的是啥我刚刚 我这精心准备了一点水 放在里面 然后 吸溜在这 就我这心机 你太有心机了 小斐 下一个是谁 大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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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大张伟 大老师 三二一开 生气的时候 不是 下一个 开谁 谁 等会 我们一共用四次机会 只有一次 下一个谁 给你们个机会 马力姐 对 马力姐 你想开谁就开谁啊 开玩笑呢 开他俩 他俩好说话 开他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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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开他俩 开 没东西 小宋 你还坚持选你乐阁吗 谢谢兄弟 目前只有小宋一个人 还把票投给月圆啊 小月圆如果要是 我一人包十场 不是你自己的戏 你包他 你演的 我演 我也演了 你应该说你后面的电影 他包十场 我后面没电影 像声 像声 看十场 他在像声我可包不起 好几千人大厂 诚哥 你买十张我的票 送给我的粉丝好吗 没问题 多少钱你想 不贵 最多也就两千块钱 好吗 如果是我 行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你们俩一起开 不是 可能是月圆 三 三 二 一 打开 打开 打地 你看 昨天这玩意凉了 就这么稀 一样 我们也欢呼一下吧 我就说不要相信我们的能力吧 我们王花家族唯一没猜的就是玛丽姐 结果偏偏就是玛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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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队员根据现场播放的小品片段进行抢答 揭出下一句台词 在每轮抢答前 双方需要进行押注 答错或者抢答失败的队伍需要接受惩罚 我们让王浩史特先来啊 海银海宝在旁边观战 我们今天押的是大蒜 押几半都行 如果你们有自信抢到并且答对 输的那队要把对方押的蒜头全啃下去 羊肉串呢 那旧羊肉串啊 饺子呢 面条呢 面条啥 总得给点什么东西吧 有面包饼干是救一救 咱们咱们组还好啊 一个小童本来就爱吃蒜 一个一个湖北人真能吃辣 还有个山东人呢 还有个山东人 大山东人 这吃蒜长大的 你离不开蒜的 来了 我先给出题目的题杆做好准备啊 听完考虑一下这轮压多少个蒜 这个小品由胡宗奇导演 黄红 龚翰林 林勇健表演 2005年央视春晚的作品 装修 装修 八十 八十一锤 对 这大锤吗 大锤啊 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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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开始压大蒜了 王牌家族压三瓣 三瓣 森哥 这个作品我们太熟了 我们欧印 欧印 完了吗 完了 完了也别太 不用吗 有点熟悉 万一呢 我们年轻人多 你太可怕了 咱 咱先小事牛刀 这 以后就这么点 说 说 说 算吗 再给我来两个蒜面吧 哈哈哈哈 开始压大蒜 六瓣小蒜哈 第一段视频请播放 大大嫂 我本来不想过境 只是想套一个壁粗 你套壁粗啊 我们家笔粗干错好啊 我正骚慧呢 好吗 一个大腿轮过来了 幸亏我躲得鸡牙 下一句 要不这俩就破了枪了 你知道吗 得 我们连口音都学出来 觉得是想 是吧 抢答的意思是 先举手 先举手 先自罚一半 来来来来 自罚一半 先自罚一半 自罚一半 自罚自罚 先自罚一半 自一半一半 自罚一半 太大了 这个有点 这是啥 这是啥大小的 大老爷们 你这 好 咱们是弩服输 好吧 哈哈哈 这也要 爷们爷们 啊 爷们 说答案是什么 好 幸亏我来及时啊 要不我这脸就破了像了 你知道吗 答的不能算完全对 他答的不对 还好我躲得起啊 要不 要不 幸亏我躲得起啊 要不我这脸呢 就破了像了 你自到吗 有没有那个自到吗 没有 没有 不用那么长吗 我要把这演完吧 就那一句啊 那是完整的一句啊 没有 知道吗 没有 你自到吗 破了就破了像 就破了像 没有自到吗 有 有 别告诉他 反正啊 我们不知道 那个林永健老师有没有 如果我们自己写这个作品 那不应该有 都不应该在这里 哈哈哈哈 后面的稍微在挡了 对 我就破了像了 看一下 有没有那个自到吗 好 好吗 一个大推轮过来了 幸亏我躲得起啊 要不然我这个脸呢 可就破了像了 知道吗 哦 知道吗 多嘞 确实要不包容更能更想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主要是林老师当年演错了是吧 对对 哈哈哈哈 吃对方的三八算 这样吧 通常遇到这种情况呢 我觉得我们家族应该 用一个 投票纸 哈哈哈哈 哎 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 你是真的长大了 哈哈哈哈 那以后 投票我真是觉得还可以 但是我认为 因为腾哥这种资历 我觉得他一个人有一票否决权 好不好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你们的老大哥跟你们扯 这个是干啥 哇 哎呀 哎呀 干了呀 快快快 给他给他个面猫去 快给他面猫去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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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哇 哈哈哈 你就是为了吃那块面包 你也不至于 你也不至于抢那个块 我们下一题了哈 来吧来吧来吧 嗯 三头啊 听一下提示 一九九二年央视春晚小品 是 已故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赵立荣老师的代表作之一 小品中的经典之作 准备抢答 是是托克托克走 三步一串 那么两个倆围 两回头 托克奏是托克托克走 啊 我要这边一回 我心动啊 哎 他们俩好像抢杂了是吧 我俩刚才都哑了一遍 哈哈哈哈 就给他俩换下来 好对 换下来 换下来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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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 五步一下摇 六步一着手 然后你再躺个躺干走 对 三 好 这个作品就这么定了 答案 答案说了 我提醒一下 最后还差几个字 这叫躺干 这叫 这 wrote 这奏叫躺干 揍不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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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 揍 揍啊 我是唐山人 揍 揍 必须揍 揍 揍 像蔡老师这样 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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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定没定 绝对不是 没有 揍 揍啊 揍 我们不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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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你们不揍 散场 现在的关键就是 有揍没揍 请播答案 没揍 三步一串 那么两啊 两回头 五步一下摇 那么六步一招手 然后你再 弹啊弹的走 这叫弹个 我告诉你 为什么我知道 没有揍 有揍逻辑是不对的 龚汉林老师说 这叫弹个 你说你这揍 叫弹个 这不对 逻辑上就错误 这叫弹个 吃对方的三瓣蒜 我们这三瓣跟这三瓣怎么 吃这边的啊 吃这边的 哎呦他俩才爱吃蒜呢 你说做着多好 三个俩这揍是揍干啥的 五瓣吧 五瓣吧 三瓣 五瓣了 后面后面有可以加加一半吧 四瓣 四瓣 那这边也加一半行不行 来了 下一题啊 来 请听提示 这是由黄龚与郭东霖表演的相手 先举手啊 这个作品在 二零零零年的春晚上播出 你应该知道啊 我 差不多 到我了 哎 到你了 小热来了 那是刚刚出了 哈哈哈哈 他应该知道 那是 不是一会儿你这么说 一会儿我万一也不知道 麻烦了 来吧 请出题 外国就不刮风了 你说什么 外国就不刮风 刮 一两三 啊 我们这边明显快点 我不知道请在这儿 你俩懂 你俩懂点事啊 哎 哈哈哈哈 会吓唬人家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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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五六七 啊 呀 呀 你是故意唱跑调了吗 你是故意唱跑调了吗 不跑调了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 对吗 啊 没有一样 没有一样 有没有 有啊 没有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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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 没有啊 错的 错了 错的 啊 我都知道答案 答错了 错的 答错了 他应该是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呀 七呀 有爱 我刚才七呀 七呀 他没说呀 他没说 主要是没有 哦 哦 也没有哦 对 接一下 前面才接着他上的哦 前面也 有有有有了 没有 没有哦 往前倒一倒 往前 对 答答案 你答 敌干干啥呀 哈哈哈哈 不是 他在找这个调 对呀 你们这是耍赖 麻花的会计 给海银海宝结账 哈哈哈哈哈哈 哎哎不太这样了 沈腾你在 哎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你烦呢 我 咱看有没有鸭 外国就不刮 刮 刮 积极 一二三四五五六七呀 没说七呀 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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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所以他有七呀 七呀 有 有七呀 哈哈 是有那个鸭了 四伴啊 四伴四伴 四伴 哎 哎 你看 你怎么都打走了 也不给我们留点 看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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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题啊 请听提示 这是一个1995年的春晚作品 95年 由赵立荣老师 龚汉林老师 孟威等 进行表演 还是四伴啊 我就问串儿来没来吗 串儿 起手正在接待 哈哈哈哈 起手回去吧 哈哈哈哈 请出体感 哎呦 多么心潮啊 感觉怎么样 感觉 啊 感觉他咋就不像我们唱平戏的呢 赵老师 这怎么会不像唱平戏的呢 啊 就这样了 哎 这确实不知道 哦 串手 串手 啊 答案是 不是不是 大兄弟啊 总务总统总监 看一下是不是正确答案 来 请播放 赵老师 赵老师 这怎么会不像唱平戏的呢 不是不是 大熊的呀 什么 不是 总务 总务 总统 总统 总监 总监呢 回答就去 哇 哇 睡了 哈哈哈哈 这个挺厉害 这个挺厉害 来吧 四半 最后一题了 自己决定放弃头 多个人多把力气啊 你俩得来了 你俩尝尝来 请听体干 这是一个 由马济老师编剧 并表演的单口相声 1984年春晚播出 鱼肉盘相言 哎 不是 你把面包给人放过去 哈哈哈哈 你干啥 你出啥力了 答题答题 没答 算算不吃 你来看面包 我已经是这道题 我先垫一垫 哈哈哈哈 答不上来 先表示一下愧疚 哈哈哈哈 请看体 我们宇宙详言 历史悠久经验 丰富 设备完善 技术一流 请您记住 电报挂号 14625 14625 24680 不是 他前面是 老师 24680 不管3721 对对对对对对 哎 明姐 不管3721 哎 不 那我就知道了 你们确认不 我们还有不一样的 电话 不管 电话 不管 三千 我不管 电话 不管 三千 一 电话 不管 3721 别对视了 你俩没生出来都 哈哈哈哈 那个一岁那个三十岁 你看啥 这么经典的节目 前天 我们还在看 哈哈哈哈 那你告诉我答案 答案 我明确一下啊 刚刚说的是 电报挂号 一推625 对 电话 号码 有没有号码 两个字 我们是有号码 没有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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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看你 你对账了 前面是 电报 前面是电报 不是 你听我说完 你先听我说完 咱们别再挑 爷爷们的错误了 好吧 先说一下 对账应该是怎么样的 坦坦 对账前面是电报 话号 那这个应该是电话号码 这叫对账的 马东老师说是有号码 两个字 那就有 有没有 有 没有 有是没有 爸 爸 爸 我的妈呀 我的妈呀 我没有啊 哈哈哈哈 爸 有没有啊 真答应你了 你说给咋讲 哈哈哈哈 我这作为图丝辈的 我这膝盖都准备好 哈哈哈哈 有没有号码 电话不管三千二一 还是电话号码 有没有号码 电报关号一天六二五 电话号码 没有号码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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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如果有 算我爸演错了 好不好 哎呀 哈哈哈哈 电话就他敢说 谁敢说 我都不敢啊 我 哈哈哈 来吧 看他案子 电报挂号一天六二五 电话不管三七二十一 嘿嘿 嘿嘿 请吃 哎哎 不要 先不着急吃啊 我给一个追加题里面答对了 咱们就再打平 行 好 很简单 就这个作品的名字叫什么 宇宙盘香烟吗不是 你要能答出这个来 你就是真熟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不叫宇宙盘香烟 所以他叫 我看看啊 等会儿等会儿 宇宙盘香烟 能想不 那就叫 下海 小妈妈 一盒宇宙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天儿姐 一 一笔小妈妈 哈哈哈哈 就这点还指导我失言 哈哈哈哈哈哈 一个推销员 哎呀 一个推销员 一个推销员 你这一说还得运一下 这个是不是吃的心腹口服 心腹口服 后来传承宇宙盘香烟 因为这句话大家特喜欢 五伴五伴 哎呀 你们你们吃啊 快 哎 哎 你难道没吃过大蒜面包吗 哈哈哈哈 你把它塞到那个面包里面 这样呢 你就当你是吃的是热狗 我的好弟弟 我的好妹妹 一个湖北人 一辈子没吃过什么 肚子 八道 比如说 什么 啊 我 我在 永远 不 那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